好,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啊重要的内容 就是redis里面它存储的数据啊 有什么类型啊,有什么类型 那我们跟大家说 redis呢它呢就是一个kvalue类型的数据啊 它的每一条数据都是一个键对应一个值 它的键的类型呢就是一个字符串 并且键是不能重复的啊 但是这个键对应的值 它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呢叫做strain啊 就是普通的字符串啊 值的类型有一种呢叫做strain 另外还有一种呢叫做哈希 好,这个哈希是什么意思呢 哈希里面存储这个类型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值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属性对应一个值 就值里面内部啊又是一个属性对应一个值啊 一个属性对应一个值啊 这是哈希的结构 然后还有这个list list里面呢就是存储这个元素啊 存储这个元素啊 里面这个存储元素 那你注意list里面这个元素呢都是字符串啊 不能是其他的 都是字符串 然后集合 集合呢就是set set里面呢也是存储这个元素的啊 但集合里面这个元素呢 它是不能重复的啊 不能重复的 OK 那么集合里面元素呢也是字符串类型啊 然后有序集合 然后有序集合 zset啊 有序集合呢跟这个 set一样 也是元素呢不能重复 但是呢 有序集合 它里面的元素呢 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啊 跟这个set不一样 set呢是无序的啊 这是我们的redis里面对应值的啊 这几种类型啊 这几种类型 那么我们在学习redis数据库的使用的时候呢 就跟我们学这个my circle一样 你主要学的是怎么通过这个circle语句 操作my circle数据库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主要学的是怎么通过redis提供的这些命令 操作这些类型的数据啊 它的一个保存修改 或许呢还有一个删除啊 还有一个删除 那么这个命令呢 在这边有一个文档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啊 你点击它就会到达它的一个文档的页面 可以查看啊 它有哪些命令 好 OK啊